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风雨对生命有什么帮助呢 危机会带给我们什么祝福呢 创世纪37章 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来学习 他被父亲所爱却被哥哥所卖 约瑟17岁跟哥哥在一起 把哥哥的恶行报告付 而爸爸特别爱约瑟 因为是他年老的时候他所爱的妻子所生的 并且给他一件彩衣 而这个彩衣偏爱 让哥哥们非常的嫉妒嫉恨约瑟 不跟他说好话 注意父母的偏心会带来手足极大的问题 而年轻的约瑟把他所做的梦告诉哥哥 他梦到你们的河捆会来拜我的河捆 哥哥就越发的恨他 难道你要做王管辖我们吗 而约瑟又做一个梦 连日月薪都要拜他 爸爸就责备他 难道父母也要向你下拜吗 而爸爸吩咐约瑟去找哥哥 爸爸是一片好心 但却带来极大的危机 哥哥远远看到约瑟来 就同谋要害死他 把他丢到坑里头 而约瑟的衣服被剥 被丢到坑里头 吕变想要救他 但是其他的哥哥要害他 而尤雅说 与其害死他不如把他卖给外邦人 我们还可以赚一笔钱 于是就出卖弟弟 并且把衣服染了野兽的血 骗爸爸说约瑟被野兽撕碎了 爸爸非常非常难过 而约瑟被卖到埃及 卖到法老内城的家中 这张让我们看到 约瑟是被爸爸所爱 17岁的年轻人 但却因着哥哥的嫉妒 他被下坑 他讨论 听到哥哥们讨论要如何处置他 把他卖给外邦人 他恳求哥哥放过他 但是狠心的哥哥 让他被卖到外邦 他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才艺 失去了一切的福分 到了一个外邦 他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雅各而言 是他认为他失去了 年老的时候得到的妖子 他最疼爱的儿子 但他却不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风暴 是把约瑟带到法老内城 后来要到法老面前 后来要拯救全天下 那个重要的旅程 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 我们并不明白 我们不喜欢现在的遭遇 现在的挑战 现在的风暴 但若上帝看的是美是好的 愿我们顺服 跟随我们来祷告 救救帮助我们 一方面我们学习 做父母的不要偏心 做手足的不要嫉妒 但我们更相信神 在约瑟生命当中掌权 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掌权 只愿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风暴枯出 能够成为人的安慰与帮助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